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道魚菜式 由番茄煮魚? 不是吧? 不是 我女兒是怨氣鬼 不斷捋我 想吃番茄炒蛋 這是另一個菜式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 首先介紹一道魚 我買了一條西星斑 西星斑刮鱗後 還有少許紅色 但如果在魚袋上 新鮮的話 有少許帶青藍色 西星斑又不是蒸 那是什麼呢? 我就想拿它來煎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道 我不知道是否叫做創新 反正不是純中國菜 我叫它做燒汁煎星斑 OK? 純粹煎 吃它是一個鹹香 和淡淡的醬油味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可能大家會發覺 這麼簡單的東西 都這麼複雜 或者是 有些人會覺得難學 今天這個 是絕對適合現代家庭 沒有什麼 入廚經驗的 都可以做得到 好嗎? 首先 這條魚 我先拿去洗掉它 大家都看到 這個是 這盆水 是米水 OK? 所以 大家看到 有些白色 首先 就順著輪尾 擦一擦 擦一擦 不好意思 原來看不到 那 順著這個 這個輪的方向 擦一擦它 尤其是 要處理什麼呢? 大家看看 這裡 這個位置 有很多魚血 我們一定要清除它 我講過很多次 其實魚的魚腥味 是由魚血 出來的 我們清除魚血 越清得乾淨的話 這樣 魚的腥味 就越是 沒有那麼濃郁的 OK? 這樣就可以 令到它沒有那麼腥 清除它的腥臭味 本身 所以 多人喜歡吃 其實 跟魚的魚 魚肉 比較清爽 是絕對有關係的 那 我的手指甲 不斷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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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些水就倒掉了 不要了 這些是腥水 好 那這個時候 我們怎樣處理它呢? 首先呢 就是 一如以往 我們的徐腥大法 因為呢 本身呢 這 始終都是冰鮮魚 它不多不少 因為死了有一段時間 不多不少 都會帶些腥味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放些鹽 胡椒 跟著 之後呢 就放些少許的酒 那 首先我們呢 就 擦勻它 那 就小心 雖然呢 那些腥斑 它就 那些刺 都不是很厲害 但是大家都要小心 那 這樣 擦一下它 那 那 這邊呢 我們再加多一點點鹽 那 那我就不打算呢 就 就是醃它幾分鐘了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就花多一點點 少許的時間 那 就是擦它 那 有些水 那我們就倒了在腹腔那裡 那 那 大家看到的 它那個 腹腔位呢 有些膜 那些呢 那就撕掉它 那 然後撕掉腹腔膜之後呢 大家會看到呢 在脊骨那裡 是有些瘀血的 那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處理一下它 因為呢 其實這樣煎 就很好吃的 但是呢 有些人呢 就小小聲都不行的 那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 去處理它的 那些 乳血 大家看不看得到 在鏡頭那裡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拿近一點 在正中央 那個脊骨的位 大家看不看得到 那個乳血 那呢 我們就處理一下它 待會 我們就 拿水沖它 再次沖它的時候呢 我們再去 處理那個 那個 乳血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抹到差不多了 那主要呢 就是要是 處理它那個 腹腔位 那很多時候呢 就是那個 腥味的來源 所以呢 我們擦乾淨它 還有呢 就將那個 它那些膜 就盡量清除它 大家看到我的手 這些位 這些白色 那海魚呢 就是白色的 那如果是那些 就是 那些 那些 淡水魚的話呢 就是黑色的 這個腹膜 那我盡量 切走它 那 一清除這個腹膜呢 其實都可以減少它的 腥臭味的 好了 這個時候差不多可以了 那麼 那麼 那不用怕髒 那麼 這個 這個 骨頭呢 我們就用手指 搓一下它 盡量清除它的 那些魚血 那麼呢 其實呢 有些人就會說 哇 你這樣這裡 你不是做了那些魚味 那麼我就再解釋一次 那麼 這個是 這個是 魚腥味 腥臭味 和這個是 這個 這個 魚的鮮味呢 那些海鮮味呢 是兩件事來的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呢 就清除到 差不多七成的 剩下這個一點 差不多七成的 魚血全部清除了 那麼呢 保證條魚一定 就是 不會腥的 然後呢 我們就要做下一個 動作 好 那麼 煎呢 很多人呢 就是 當然是 整條魚煎 嗯? 這道菜就不是這樣 這道菜呢 我們呢 就要逐件 好像魚扒一樣 去煎它 就不是要煎它的皮 是煎它的什麼呢 煎它的肉 好 好 那麼 那麼 每一件肉呢 就大概呢 就是 一寸位 OK 那麼這個魚蟹呢 我們就 弄走它 就是 就好像那些魚扒一樣 煎好之後呢 我們就 再 砌魚形 下去 好 好 來 好 啊 啊 現在基本上呢 就可以了 啊 跟完之後我們就做下一個功夫了 啊 等等啊 啊 我先擦乾手 先 好了 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放鹽 這個魚呢 是帶一點點鹹鮮的 OK 那 跟著之後呢 我們拿著手去 抹一抹些鹽花 好 跟著呢 反轉第二邊 好 你不要以為我現在下很多鹽啊 其實我都是大概呢 這裡呢 大概呢 下了大概一匙多些的鹽 這樣呢 稍微醃一下它 好 這個時候呢 醃它大概十五分鐘 跟著 十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再去 啊 啊 洗乾淨它 跟著就可以下去煎的了 那這個 這個 其實就很簡單的 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 芫荽 廣 只要廣 等一下我用來打汁用的 蔥花 就這麼多了 沒有的了 所以為甚麼呢 今天呢 我清洗條魚是特別仔細的 因為不會放其他東西下去的 OK 行不行 好了 待會見啦 好了 大家先看到我怎樣處理這些魚 那現在呢 我正在燒鑊 今次要拿這個煎餅 這樣呢 就 然後 那些魚呢 就醃它十幾二十分鐘 跟著然後呢 就抹回 拿水呢 就沖乾淨它之後呢 抹到它 有這麼乾 有這麼乾 跟著然後呢 現在呢 我就在燒鑊 記住啊 煎東西 炒東西都好 所有的一定要背口缺 只要你背口缺 你用甚麼鑊都 都沒有問題的 OK 那我現在呢 就繼續燒鑊 大火 燒鑊 建煙 下油 再建煙 煎的話 就收小火 炒的呢 就繼續大火 那除了呢 先來我介紹的那些材料之外 其實今天呢 我最主要呢 就是用這一隻 日式的燒汁 簡單直接 我為甚麼說 這個菜呢 新手都可以做的 那還有呢 就在 就是外國 的朋友仔呢 都可以做的 其實呢 這個呢 我就原條魚 就是 起一塊塊 這樣 當它煎魚扒 但是在外國的話 大家是可以用魚扒去代替的 OK 好了 那一路講 那燒到夠紅了 跟著就下油了 跟著之後呢 就浪勻點油 那我今天呢 就特地是用一隻平底鑊的 第一平底鑊呢 它就多些面積 可以平均受熱 那第二呢 就是在外國都方便了 大家說 是不是 好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生小火 平均小火 今天呢 就有個觀眾啊 那 他就說 喂 我只有兩段火了 要不呢 就是 這個是 大家看一下 我一定要給大家看到這個位 那 那 燈芯火 這個為之燈芯火 其實所有爐頭 都是一定有燈芯火的 他說 只有燈芯火 和大火 沒有平均小火 怎樣平均小火 其實平均小火 就是要我們 人手控制了 這個 看著畫面 好 你等一會 那 跟著之後呢 這個是最大火 是不是 向左手邊 一路扭 再扭到盡 它 那就關火了 是不是 再開它 這個呢 就是大火 跟著之後 向左手邊扭 大家看不看到那個火力 看不看到 這個呢 就連個爐頭的燈芯火 都會是收細了的 那這個才是叫做什麼呢 叫做是平均小火 這個是人手控制的 不是他控制的 OK 行不行 那 這樣呢 大家呢 見到我 是不是拿開了很久 那這個時候呢 不要緊的 只要你燒夠鍋 它起煙才下油 那隻鍋 就不會黏底的了 就算你擺開了 它放涼了 它都不會再黏底的 那我現在稍微 再燒一燒它先 那就記住了 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 我們就 嘩 煎是 要煎它的肉 這次 那我為了呢 要認住那個位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就需要是 就是 每塊魚呢 排好位 那我認得那個位置 這次呢 就是煎肉的 就不是煎皮啊 我先洗一洗手 那 那因為呢 這些是好習慣來的 但是我這些 這樣的好習慣呢 也是被迫的 因為 大家如果是長期的 觀眾都知道呢 以前呢 我是 生我皮膚病啦 OK 那因為它拱起了 所以呢 我就沒有辦法了 那我就 唯有呢 不蓋蓋 OK 那呢 就 給它三分鐘啦 那三分鐘 這樣煎著它啦 然後呢 之後呢 待會兒呢 我再 三分鐘之後 再跟大家分享 它會是怎樣的 好了大家 那三分鐘過了 那這樣 然後呢 反轉它啦 那因為這個魚呢 現在呢 就可以煎個 魚頭魚尾啦 啊 你看看煎到它 金香啊 那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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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看 只要我們呢 是背足口缺的話呢 是不用怕會黏底的 大家說是不是 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蓋鑊它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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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三分鐘了 好 然後三分鐘之後 我們就 再看看結果如何 好 好 大家 三分鐘又過了 基本上現在這個時候呢 那些魚呢 就 差不多全熟了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 沒有下其他東西的 現在到這個時刻 是呀 為什麼呢 當然是有原因啦 那就反轉它啦 等魚尾煎得更好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下胡椒了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 我先頭沒有下胡椒呀 因為如果我一下胡椒的話呢 那呢 那塊魚呢 即是那隻鑊 就馬上會變黑的 那些魚呢 就煎出來呢 就不漂亮的 那大家現在看到我 煎的魚 是不是煎得很漂亮呀 大家看看 放軟它之後呢 然後呢 我們才下 下些胡椒呀 啦 所以呢 其實這樣呢 那個呢 魚呢 但是這個魚呢 很香口的 不會腥呀 放心呀 鱼頭因為三尖八角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翻它 讓它煎得好一點 現在進入這個補火階段 鱼頭已經煎得好漂亮 金黃色, 很好吃 大家看到, 油適量就可以了 現在已經吸收的油, 已經是七七八八了 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開大火, 稍微補一補它 好, 最後階段 浸一些酒下去 如果是外國的地方, 板地也可以 甚至誇張一點 沒有酒可以用威士忌也可以 好, 搞定 這個基本上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熄火一下 砌回那條魚的形狀 盡量, 它一定會有些脫掉出來的 好, 這樣砌回那條魚出來 現在不是砌得好漂亮 都是要用筷子幫忙 這個時候我們就再是 稍微開一開火 小火就可以了 立即收小火 先燒一燒鑊 我現在撿一撿條魚 好了, 接著就加少許油 輕輕就可以了 接著就把這個燒汁倒下去 接著就把這個芫荽管倒下去 然後呢, 把這個芫荽管倒下去 然後呢, 把芫荽管倒下去 現在大火了 再小火一點 因為呢, 它很快就會消失了 接著呢, 把這個芫荽管倒下去 然後呢, 把這個芫荽管倒下去 接著呢 然後加水 加多一點都不怕的 因為它很快收水 拿回它原本煎魚的鑊 這樣才可以 才可以 拿到那個味道出來 OK 這個時候 它是稍為淺色了一點 如果你打了芡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加什麼呢 加這個少許的老抽 那個顏色就會很漂亮 嘩 搞什麼 開不到的 行了 加少許的 大概半茶匙 它一滾 它一滾 它一滾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大家要小心 它很容易就會結頭 它稍微 煮一煮它 這樣就可以了 搞定 好 那我就砌 砌一條魚的形狀出來 哇 好香啊 先關掉抽血線 其實抽血線真的蠻吵的 好 接著之後 我們把醬汁 放在上面 那個結度大家要控制好 不要讓它太乾 它只要足夠掛在魚身 就已經OK 可以嗎 好 那我這個菜 就有少少 就是 半鐘 半日 這樣的形式 醬汁 就是用日本的醬汁 日本的燒汁 好 搞定 接著之後 好 好啦 想它賣相更加漂亮呢 好似必然呢 就肯定是 用一用 撒些芝麻上面 日式嘛 做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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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那一條 就是野味的 燒汁煎 星斑呢 那就完成了 那這個呢 就是很初階的 大家見到 我不需要 很... 就是... 很誇張的 調味 那整條魚的形狀 還有... 有回到的 大家看看 那... 由頭到尾呢 就是我那個... 就是... 由頭到尾呢 我那個鑊 都沒有黏底 沒有燒過的 好 跟著之後 現在做完就當然總結了 大家等我一會兒 準備拍一張帥仔相 所以... 是 那整條魚的形狀就出來了 那... 首先呢 第一件事呢 就是... 星斑呢 就... 那個... 之所以那麽多人喜歡吃呢 那個原因就是 因為呢 是非常之... 就是... 星斑的肉呢 就很實的 一疏疏的 但是呢 喂 那它畢竟都是冰鮮魚 那如果... 譬如說 我上一次不是有個... 有個節日菜的 這個是... 古法精這個... 東星斑的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記不記得 有這樣的菜 那裏呢 那裏呢 始終呢 製作過程呢 都是繁複一點 因為繁複的原因 就是因為要浸冬菇啦 要處理... 這個是... 火腿片啦 那所以呢 那裏呢 那裏呢 相對來說呢 就... 高階少少的 進階少少的 那今天我這個呢 就很簡單 那首先呢 買了一條魚回來 清潔好之後呢 那最緊要啊 除了我除聲大發之外呢 大家看到我怎樣 我特意今天呢 就去... 跟大家... 講清楚 怎樣去清潔 腹腔裡面的位 那就可以令到它沒有那麼腥的 OK 行不行 那... 處理完這裏之後 基本上就是大直路的了 那煎呢 很簡單 那... 煎之前呢 我們要考慮那個魚的形態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大家看到我切開它薄 大概少過一寸左右 一... 一... 一件件這樣 那... 我們煎的時候呢 就不是煎魚皮 是煎什麼 煎魚肉 就當它是魚扒那樣煎 OK 行不行 那跟著然後呢 我們再是... 什麼呢 我們再呢 就是... 三分鐘又三分鐘 這個是標準的煎魚的程序來的 但是... 大家想煎魚煎得漂亮呢 大家有沒有見過我失敗日母 基本上都是十次 有九次都成功的 有一次就凍凍地了 那... 好了 那... 為什麼可以煎魚煎得這麼乾淨利落呢 原因就是 我們必須要背口缺 口缺是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 大火燒鑊 見煎落油 再見煎 煎就收小火 炒就繼續大火 那好了 那在大火的過程當中呢 那... 即是在它... 收火的過程當中呢 煎的時候呢 我們要撞一撞油 撞一撞這隻鑊 跟著然後呢 就等它... 是... 那些油走勻整隻鑊 等它掛一掛鑊 煎起上身呢 它就會沒有那麼容易貼底的 那... 然後降一降溫之後 就放一塊魚下去煎 可以不可以 好了 煎魚的過程 三分鐘就三分鐘 很簡單啦 那但是呢 大家要記住一件事呢 就是呢 我們必須要是... 什麼呀 收小火 平均小火 這個是第一 第二 你不想魚煎焦的話 不要那麼快放胡椒 或者是調味下去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隻鑊就會很快焦 然後呢 你整條魚呢 就不靚仔的了 就黑蒙蒙的了 OK 可以不可以 那... 大家要記住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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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那... 大家就看到有個這樣的形狀出來 OK 可以不可以 那... 那就記住了 跟著之後 打個醬汁 很簡單 燒熟一隻鑊 跟著之後 下這個 用回原本 原本那些... 即是煎過魚的魚油啦 煎過魚的胡椒啦 跟著之後呢 就小火慢慢燒 跟著之後呢 就... 下倒... 直接呢 就倒了這一支的燒汁下去 那... 本身燒汁呢 在液體的狀態之下呢 這個給大家看清楚一點 這個燒汁啊 那... 那... 有很多種牌子的 不過... 這麼巧用這隻的 那... 那... 跟著之後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倒了一些燒汁下去之後呢 我們呢 就要下這個... 這個... 那... 那... 就增加它的香氣 跟著之後 下這個... 這個... 這個... 又是增加它的香氣 跟著之後呢 就打那個... 薄餡下去 那... 打薄餡那裡呢 大家要留意一下啊 不要... 大家可以看到它 足夠... 足夠去掛著那些魚 即是掛在魚身那些醬汁 就已經OK的啦 啊 零稀 就莫結 結了的話呢 它就一塊塊呢 就變了啦 就... 根本上呢 就掛不到下去那個... 那個魚身的 那... 這個... 這個菜就打了折扣了 OK? 行不行? 就是這樣了啦 最後呢 下一些蔥花下去 增味搞定 這個煎魚簡不簡單呢 又貴氣 啊... 又這個是... 啊... 又貴氣 啊... 又有這個... 食味 送飯一流 OK? 好不好? 那就不跟大家說那麼多啦 希望大家喜歡啦 這個... 好東西來的 啊... 那就不要只是... 蒸或者燜啦 啊... 煎都可以的 煎都可以的 不過這個呢 我這個送呢 就是有... 日式和中廚的結合品啊 啊... 啊... 最近我經常都有... 中西啊... 中東啊... 古靈精怪 只要大家有了基本功 看完我之前那四百多條片呢 有個觀眾就說啦 就算我不喜歡吃你... 今天做的菜 但是我都可以學到很多的技巧 就舉一反三 是啊... 沒錯啦 只要大家呢 有了個基礎之後呢 喜歡怎樣背答 都沒有問題的 行不行? 那些不是黑暗料理的 那些是創新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學足基本功 跟著之後 古靈精怪 左搭右搭 那些就是地獄料理 黑暗料理來的 就不是美味來的 行不行? OK? 那就記住啦 如果大家對我的廚藝有興趣的話 那就看回我之前那些片啦 那也都多謝大家支持啦 剛剛過了聖誕節啦 那希望大家過得開心啦 那也都有在我身上 就獲得不少的靈感 就增加到自己的功力啦 那就煮到更加好吃 好的味道 幸福的味道給家人好嗎? 好,多謝大家收看啦 拜拜 去吃飯啦